好,我们下面来看第九课的第四段 这个激动人心的战争要开始了 咱们看一下第四段第一句话 咱们先看看句子成分的分析 so,因此后面这个face with the Danish advance 咱们很简单,很容易分析出来 这是非为动词,在这当壮语来用 可以看到时间壮语来 当面临着丹麦人的进攻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呢 阿尔弗里德并没有冒险去正面作战 而是去骚扰敌军 这个not but刚讲过不是而是 白颜色的可以看到句子主句了 并不是冒这个危险 而是去骚扰敌军 咱们生死中讲过Harry可以表示 军事上的骚扰,是可以的 这个face with面临着 其实来自于固定搭配 比face with面临着某个问题 某个难题 可以换成be confronted with 意思是一样的 本文中其实相当于这么一个时间壮语从句 当名词是前进的意思 当阿尔弗里德面临着丹麦人的部队的进攻的时候 他并没有冒险去做这个事 这个就不用这么说了 为什么 你看他状语从句主语 Alfred就是后面主句主语的Alfred 我们说这个状语从句主语跟主句主语统一了 这时候咱们一般就选择非味动词的形式了 因为这个非味动词不是逻辑主语跟主句主语统一嘛 所以直接用face with过去分词短语就好了 就不用这个状语从句了 他并没有冒险去正面作战 而是骚扰敌军 not but不是而是 这个risk主语 后面直接加名词和动名词表示冒着什么事的危险 open battle就是正规军正面作战 就是没有去冒着正面作战的危险 毕竟是敌众无果 这么去战斗的话是很不明智的 冒着什么的危险 咱们看一下例子 risk once life冒着生命的危险 risk being caught in a storm 冒着赶上暴风雨的危险 总之risk我们家名词动名词 就冒着什么什么危险 百分之后他说 没有冒着正规军正面对抗的这个危险 而是去骚扰敌军 这个句子咱们可以把它诠释一下 换一个说法 咱们能不能这么说呢 阿尔弗里德去骚扰敌军 而不是冒险正面作战 咱们能不能有而不是呢 因为咱们剧情要练熟了呀 而不是当然可以 咱们看怎么说 首先可以说 Alfred Harry the enemy The enemy Instead of risking open battle 我们用instead of 这个大家最熟悉 而不是 这off是借词 我们用risking open battle risking动名词是对的 就是或者这么换一下 Alfred Harry the enemy in preference to risking open battle in preference to doing something也行 in preference to 也是而不是 注意这个to 不是动词不定是那个to 而是借词to 后面还得加这个doing 或者in place of risking open battle in place of 这三个可以同时计 都是而不是 但是rather than也是而不是 rather than呢 一般来说多数情况下 咱们后面可以加risk open battle 为什么呢 rather than表示而不是的时候 一般来说 在正式的书面中 咱们在后面选用相同的词项 什么叫相同词项呢 在这儿 then一般 咱们不把它看作是借词了 而是把rather than看作一个副词短语 在这儿呢 前面用什么词 后面用什么词 你看前面用harried 一般过去词 后面risked 也用一般过去词 所以前后用相同的词项 所以这几个而不是 注意用法 我们把前三个大声都一遍 不熟的习语 直接大声读三遍 要不然你不知道 后面加to还是off的语言习惯吗 背下来就好了 老外为什么熟 他天天说吗 他二十年每天说一遍 说得很熟 我一天说一遍 我比你还熟呢 对吧 rather than注意 后面加相同的词项就好了 看下例子 she telephoned rather than wrote 她打电话 而不是去写信 前面一般过去的词 后面用一般过去的词 he is to be pitied rather than to be disliked 他应该被同情 而不是被鄙视 被不喜欢 你看前面用to be done 后面rather than 后面用的是to be done 这个好一些 就是rather than 后面 这一般在正规的书面中 咱们一般不看作这次 把它看作后面加相同词项好一些 好 后面继续看 he was constantly on the move drawing the dance after him 这个conson就总是老师 现在always 但he其实就是his army 他的部队 on the move表示在前进 注意这固定搭配了 on the move 在前进 science is always on the move 科学总是在前进 其实呢 on the 后面加noun 加名词 就一般是处于某个状态 在前进的状态嘛 叫on the 加这结构 对吧 咱们看一下常见搭配 the dog is on the alert 这只狗处在警觉的状态 这狗不是趴着睡觉呢 站起来了 耳朵立起来了 四处乱看 处于急警警觉状态 叫be on the alert he is always on the go 这个人总是忙忙碌碌碌的 就是o is very busy 这个意思on the go 忙忙碌碌的 go在这当名词来用 the patient is on the recovery 固定搭配 病人正在康复之中 打一个红楼梦的人物 就是待遇 等待痊愈的 病人正在康复之中 crimes are on the rise 这个犯罪的这个情况 正在上升之中 在上升之中 就be on the rise 固定搭配 把它背来就行了 但是呢 有些搭配里面 不加那个定工词的 为什么给这么多呢 建一个寄一个 你不能自己瞎编呢 你看有一些搭配里 就没有的了 所以不能把它过分推广 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 你看三册第18颗里面 这个搭配就没有那个 那个the even people who take no interest in art cannot have failed to notice examples of monosculpture on display in public places on display 就在陈列 甚至那些对当代艺术 不感兴趣的人 也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过 那些在陈列 在公共场所的 当代艺术的一些雕塑品 这里面我们看 当代雕塑的一些作品 on display 叫在陈列之中 the house is on sale 这个房子正在销售之中 the workers are on strike 工人正在罢工 这个没有the I'm here on vacation 我在这来度假来了 我说你度假 我可不是 I'm here on business 我在这来办事来了 如果在外地呢 就是出差来了 因为公务到这 the nurse is on call 24 hours a day 这个护士呢 24小时随时听后召唤 这个状态 这是病人可能是得重病了 或者就说 你觉得要死就按钮 我就来救你来了 be on call 在处在听后召唤这个状态 总之on有这个意思 但是四字后面会看到更多的一些表示 状态的一些更灵活的一些借词 这几个 签一个寄一个 把它记住就好了 他呢 总是在前进 join the dance after him 明显是一个结果状语 非为动词 在结果状语 总是牵着丹麦人的鼻子走 这个可以说是英国版的毛泽东 真是这个打游击战很厉害 后面进步说了 his patrols hotted raiding parties hanger assailed Danish army his patrols patrull 做动词叫在某处巡逻 做名词就是巡逻队 他的巡逻队 hort 就是stop 或put and to 是终止的意思 他的巡逻队终止的那些 抢劫的队伍 party 就是一队人 一群人的意思 加冒号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呢 这个饥饿 袭扰着丹麦人的部队 咱们在前面都说过了 丹麦人呢 根本没有他自己的生产能力 都得靠抢劫为生 如果一旦巡逻队 把抢劫的部队给终止了 他们没有饭吃了 这回饿肚皮了 这回就麻烦了 这个party 先做复习 咱们在三册说过 这个party 既不是政党 也不是聚会 而是一群人 像是group band 或team 要是一群人 尤其是有共同目的的 一群人 叫party 你像我们在三册 曾经出现的 第八课里面 那么在修道院 冬天唯一的常客 是大群大群的滑雪者 parties of skiers 一群群的滑雪者 这个party 是个一群人 同样的 a search party 一个搜寻的队伍 这个女孩子失踪了 一群人去找她 a rescue party 一个营救小分队 这帮人被困在大山里边 或者被困在 倒塌的房屋下面 营救他们的一个队伍 这个party 是一群人的意思 那么hanger 就是饥饿 饥饿着丹麦人的部队 这个assail 是困扰 什么骚扰 什么袭扰 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句子 中国同学一般会这么写 The Danish army suffer from hunger 这丹麦部队在恶毒瓶 这么写 当然是正确的 但这么写 那一方面 你发现啰嗦了一点 另一方面的句式有点单调 为什么 前半句 His patrol 它的巡逻队 是用这个部队做主义的 是人 你后面句是The Danish army 丹麦的部队 又是部队做主义 这个句式结构就单调了 你后面又换了Hanger 其实又是咱们说过的 无灵主义 用事物做主义 尤其相邻句子 是一个表示人做主义的时候 可以做个变化 让句型赋予变化 而且很多时候呢 事物做主义 确实句子显得更简洁一些 你比如说 我突然间非常的惊慌 我突然间非常的惊慌 一般人可能会说 I got into a sudden panic 对吧 但不一定这么说呢 咱们更简洁一些 Panic seized me 突然的惊慌 一下子抓住了我 但发现这中文是我 突然间非常惊慌 你看 用惊慌做主义 如果相邻居的是 我做主义的话 那么这句话就更富于变化 更漂亮 再比如说我们 在中文说 这个这个这个 他非常好奇 He was very curious 就不如这么说 curiosity swallowed him 好奇心一下吞掉了他 我用好奇心当主义 不但句子简洁 而且呢 确实负于变化 然后句实负于变化 再比如说 我们说那个 他丧失了信心 同学一般都会用 He lost his confidence 但你和我们编一下 confidence deserted him 自信心一下抛弃了他 这个句子在 如果都是人做主义的语境里面 就好得多 比如他考试不及格 他丧失了信心 都用他做主义 就不好了 用信心做主义 那一夜 我睡不着觉 你看 That night I sleep eluded me 就比I couldn't sleep 更富于变化 睡眠总是躲着我 elude 是躲避逃避 睡眠躲着我 怎么也睡不着觉 再比如 到了黄昏时分 他才走了一半的路 这个句子非常简洁 Sense at Mathway Halfway在半路上 黄昏在半路上 与他们相遇了 这不像中国话 翻译成中文 还得翻译成他们 到了黄昏时分 才走了一半的路 你看这个Sense 当主义 整个句子又富于变化 我们以前说过 巨手对制造巨石动物性 是非常重要的 那咱们用事物做主义的 让巨石的巨手 富于变化 也是在写作拿高分的 一个重要方法之一 再比如说 咱们Sense说过那句话 最近几年 有大批的外国人 涌入中国 来学习 来旅游 来学习 或者来做生意 你看咱们中国日报上的句子 The few past few years 他没有很多外国人做主义 他用最近这几年当主义了 Winney亲眼看到了 大批外国人的涌入 我们说涌入中国 中文中可以用动词 英语中名词化吗 这涌入用的是名词 Influx 最近几年看到了 大批外国人的涌入 到中国来 干嘛来呢 来旅游 来学习 或者来做生意 用Past few years 过去几年都注意 确实 巨石更会变化 好 下句说 Now Alfred 更增强读者的现场感 好像亲眼看到 看着这电影正在发生一样 到了那个时候 阿尔弗里德就开始了 一系列的小规模的战争 Skirmish 这个当常识知道就行了 就是小谷部队的这个作战 小规模战争 就打游击战 并且不到一个月呢 丹麦人就投降了 受不了了 因为他也没饭吃 也饿的 都快饿死了 最后说 The episode could reasonably serve as a unique epic of royal espionage Episode就是这段意识了 它不是一长串事情中的某一件事吗 历史长河中的这么一个浪花 所以这段意识 可以很合理的当作是 王室间谍活动的 独一无二的一段史诗 这个epic 咱们的第一个讲过 就是描述古代英雄 或者传说的一些长篇的诗歌 叫做史诗 reasonly 父子表示 有理有的 合情合理的 reasonly经常可以换成 justifiably 或legitimately 表示有理有的 完全有理有 合情合理的 我们分别读一下 reasonably justifiably legitimately 形容词形式呢 就是reasonable 去掉y加字母1 对吧 justifiable 去掉y加字母1 legitimate 把ly去掉 就好了 对吧 这是几个负词 完全有理有的 那么unique 叫读一无二的 epic是史诗 但是这个unique 有个做表语的搭配 在考试长考 咱们看一下 叫be unique to 对于什么什么来说 是独一无二的 这在新概念三册 38个 咱们说回一次 当复习了 each set of genes is unique to the individual 每一组基因 对于一个个体来说 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两个的基因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它的主意是set 所以后面用单数 它的一个同义词叫be peculiar to 是固定搭配 对于什么来说 是独有的 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主意 peculiar 如果做定语 一般翻译是奇怪的 peculiar smell 一股怪味 a peculiar person 一个怪人 但是做表语 后面叫to 不是奇怪的了 得翻译是独一无二的 pandas are peculiar to china 不能翻译成大熊猫在中国很奇怪 大熊猫不奇怪 pandas peculiar to china 就是大熊猫 在中国是独一无二 在是中国独有的这个动物 其他国家不产大熊猫 可以这么来说 好 最后说 这段译识完全可以作为 王室间谍活动的 独一无二的一段史诗 很有趣 很少有国王有这个能力 好 这个第九课 里面重点知识和剧情搭配 变化特别多 英语中咱们看到 写作使人精确 是个非常精细的手艺活 咱们写文章就个研究数学公式 甚至像绣花一样 来不得半点的马虎 所以咱们必须要精读 才能实质性的提高 咱们的英语的运用能力 尤其是写作 好 我们第九课 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